虽然当时波多瓦的弟子众多 其中包括著名的八大寿教弟子等等 但是最广为人知赫赫有名 被誉为如同日月一般的弟子 就是夏拉瓦和朗汤 那么后来他们二也培养出 很多非常知名的大弟子 比如说夏拉瓦的弟子 东登洛治查 他就建立了嘎丹派的著名寺院 那堂寺 后来就十二世纪初的时候 第一版《藏文大藏经》 也就是藏文的甘悦尔跟丁悦尔的编辑 就诞生在那堂寺 总之波多瓦的途中中 人才辈出 所以嘎丹经论派 也是嘎丹派的传承里面最新盛的一支 那么为什么叫做嘎丹经论派呢 因为他们的这个传承当中的这个核心内容 是建立在登论的教授基础上 发展出来的有关六部经论的讲说教授 这六部经论被称为嘎丹六论 是哪六论呢 包括这个弥勒菩萨的这个大乘庄严经论 五周菩萨的这个菩萨地 积田菩萨的这个入菩萨行论和积学论 圣庸菩萨的菩萨本身慢论 以及法旧的法籍要诵经 这些经论的这个讲说传承 就是嘎丹经论派的主要的修学内容 接下来呢 我们来讲讲这个嘎丹教授派 嘎丹这个师兄弟当中的第二位弟子 菩萨瓦所留下来的这个传承 叫做嘎丹教授派 也称为菩萨嘎举 这里的嘎举这个词啊 虽然发音一样 但是跟我们四大教派当中的这个嘎举派呢 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在这里只是表达 讲说传承或者教研传承的意思 那么 噶丹教授派的核心 主要是注重在实修的部分 菩萨瓦在世的时候呢 清传弟子当中呢 仅仅是出家僧人就有七百多位 而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 葛西西威瓦 然后呢 噶丹教授派传承当中呢 留下来的这种教授和法脉 慢慢的 逐渐融入到了达布嘎举的传承里面 所以呢 今天呢 已经没有一个独立的噶丹教授派 但是呢 他的这种实修精神和法脉呢 都已经包含在嘎举派当中 接下来呢 噶丹三师兄弟当中的第三位 大师兄 这个 普琼 他留下来的这个传绳叫做噶丹口诀派 那么口诀派的主要修学内容呢 有比如 噶丹十六名典的灌顶和教授 以及噶丹师徒问道路的讲说传承等等 因为普琼他本人呢 就是一位以实修为主的上师 所以呢 门下的弟子呢 相对比较少一点 当时呢 他们 当时呢 就可能只有二十几个人 但是呢 别看弟子不多 但是呢 每一位都是 实修大家 后来呢 都成为了很有修为的修行者 而有关这个口诀派的这个传承啊 从波多瓦开始 尤其是这个噶丹问道路呢 基本上都是一对一的这个单传 单传 所以呢 不是特别的普及 大概传承了几代之后的 这个法卖呢 才被慢慢的公开 直到后来呢 发展成了两条主要的法卖 一条呢 一条呢 是有这个第二十包容不切 领寿 然后呢 这个传承就被带入了 噶马嘎举 另外一条呢 是由第一是观音尊者领寿 然后就传入了这个格鲁派 所以呢 后来的这个噶达姆口诀派呢 也没有继续保留一个独立的传承 而是融入到了 噶马嘎举和格鲁派里面 所以呢 以上是这三个传承 就是从Dom Domba这里 开支三叶出来的三个派系 再后来呢 宗喀巴大师呢 是主要在噶丹经论派的这个基础上 加上部分部分的口诀派的这种教授 然后呢 在两者呢 融合在了一起 又为产世这个格鲁派的修行法门呢 撰写了菩提道次第 将其发扬光大 从此呢 就形成了新的一个教派 人称新格鲁派 或者用他的另外一个名字的话呢 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 就是格鲁派 那么 这基本上 就是九五级之后呢 流传下来的 Dom Domba的一脉 那么九五级流下来的第二条法脉 叫做什么呢 叫做三铺传承 之前我们也提到过 主要解有三大弟子 就是库末中三人 那么这个三铺传承呢 就是从莫医师那里延续下来的教法 之前我们也讲到过 不仅这个莫医师 他本人很厉害 包括他的这个侄子 莫大医师 朗天席人 也是非常 有 就是影响深远 非常重要的一位大德 他曾经翻译过很多的经论 佛形事业也是十分的广大 总之呢 他们书子二人呢 共同创立了这个三铺传承 然后呢 坐下曾有弟子万语人 其中呢 四名为上手弟子 而在后来这个传承里面呢 也出现过很多藏地的知名论师和学者 所以可以说是三铺传承呢 可谓藏地学院派的这个奠基石 藏地佛学院的始祖 那么在之后呢 这个传承的这个教授和法脉 也慢慢地融入到现在的四大教派当中 尤其是撒加派和格鲁派 所以呢 现在也没有一个独立的三铺传承 继承求解的第三个这个传承 就是之前我们说到的 说过的这个拿错意识 这个拿错意识的传承当中呢 也就是他的弟子当中呢 有一位主要的弟子 叫做 拿错吧 他留下来的这个传承啊 叫做 下噶当派或者拿错嘎举 但是呢 上堂课我们也讲到了 这个拿错意识的这个传承呢 后来呢 逐渐示威 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失传了 不管怎么说呢 格鲁派的始祖是阿底下尊者 而这个宗派的创立者是 怎么对吧 那么后来的格鲁派是三师兄弟啊 就是将这个传承呢 兴盛和广传的重要人物 之后呢 还有这个朗汤巴呀 夏拉瓦 然后呢 琴玉瓦等等的大师 那个时代呢 可以算是 格鲁派的鼎盛时期 再后来呢 格鲁派这个传承的 法脉 也渐渐的 汇入了 现在的几大这个教派当中 尤其是以格鲁和格鲁为主 所以说 虽然呢 现在已经没有一个独立的 格鲁派 但是呢 他传承当中的大部分的口诀和教授呢 不仅没有失传 而且可以说是完全流荡在藏传佛教的学业当中 我们现在学习的 我们现在学习的很多内容 尤其是那些最根本基础和核心的教法 很多都是来自于格鲁派的传承 所以格鲁派啊 作为整个后红旗 藏传佛教的奠基 当时在格鲁派里面啊 也必然是人才济济出现过很多位 就像是菩萨赛事一般的大上师 他们对这个菩萨道的这个弘扬 对不同众生的度化和引导 要是一一到来的话 那都是各种让人 拍案叫觉 又感人至深的佳话 之后我们有机会的话呢 我觉得我们可以再慢慢细讲 那么这里还有 这里有一个小疑点 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困惑 而且这个疑点呢 涉及到 对这个整个藏传佛法的 一个了解和概念 概念的问题啊 所以呢 我觉得有必要借这个机会 向大家说明一下 什么困惑呢 之前我们讲到啊 纠结一名出家僧人 把道次第的法脉呢 全部传给了转不顿巴 而且呢 希望转不顿巴可以建立 清静的僧团 那转不顿巴呢 不仅做大了 而且还做得很漂亮 可是呢 他始终都没有出家 那么究竟为什么要把这个法脉 传给一个居士呢 一个居士又怎么能去建立 一个清静的僧团呢 这一僧一俗 合理 合适吗 我想 有些人会产生 诸如此类的 这样的一个疑惑 应该是出于很多原因 但最主要的可能有三个 一个是文化差异 一个是对藏传 佛教认知的这种偏差 还有一个就是对出家或者对戒律的认知和理解的 不是很准确 我们先说说第一个原因 文化差异 在汉地啊 一说到佛教师父 很多人啊 可能马上就会联想到 就是和尚 出家人 披着袈裟的 拿着念珠的样子 一提到这个修行呢 就会想到看破红尘啊 红尘呢 然后呢 剪断三千 烦恼丝 断除七情六欲等等 类似的概念 或者说是 要是想要真正投入修行 那就必须得要 削发维僧 这才算是开始专业修行的第一步 所以呢 很多人可能下意识的 会觉得啊 出家人的这个境界 一定比在家人高 出家人的修行 一定比在家人专业 出家人 也一定比在家人亲近 甚至说 出家人本身 就已经跟成佛 尽在支持了 尽在支持 而在 而这个在家居士呢 怎么说 都属于业余修行者 所以呢 尤其是说到这个大师大德的时候呢 那更点是出家人 好像才是 像个样子 但是实际上呢 在藏地的文化当中 或者说是 很多藏族人 藏族人的观念当中 不是这样的 就在这一点上 藏人和华人之间 可能从根本上的常识 和认知上 就有一些不同 就有一些不同 怎么说呢 对藏族人来说的话 无论是修行者也好 上师大德也好 不一定非得是一位出家人 当然了 藏族人也是无比的敬仰和尊重 出家僧人 但是呢 他们 不认为 在家的修行者就 不专业 或者说是 成不了气候 不能有所成就 那么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文化差异呢 那就涉及到第二个原因 对整个藏传佛教的认知 理解上的一些偏差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打个比方 假如有一个小朋友 想要成为画家 那当然从小时候开始 就要学习画画 然后呢 可能要报考学院 美院附中 最后呢 到美院学习 毕业之后呢 还可以去设计公司啊 或者一些艺术工作室进行 进修 然后实习 有了更多的深造的机会 那就他就离这个成为画家不远啊 至少可以说是 他已经是一名专业的美术工作者 出家僧人呢 也有点像这样 一个人出家之后呢 学佛修行 就成为了他人生的唯一要目 也就是生活的核心 换句话来说的话 就是一位专专业的佛法 修学者 那佛学院和 或者寺院 就有点类似美术学院 或者工作室 可以供他进行 深造和研究 那么这种按部就班 规规矩矩的学习方式啊 尤其是在贤宗当中 是一种最常见 而且是传统的修学方式 尤其是在汉地 他被人民看作是一种 最正规正统的教育方式 所以呢 这样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很多华人汉族人 都会自然而然的觉得啊 出家人才是最正经 最清静的修行人 但是呢 再回到刚才这个画家的例子 我们也可以想一想 其实世界上 有很多画家 并不是科班出身 可能有一些呢 连学校都没太上过 更别说是美术学院 但是呢 这样的出身和学历啊 并没有影响到 他们最后所达到的 这个艺术造力和成就 比方说 我们都知道 达文奇 他可以说是这个 全世界公认的 最伟大的画家之一 那像他这样的艺术大家 大艺术家 还会有人去在乎 他是不是科班出身吗 或者有没有美院的文凭 或者学历吗 重点在哪呢 重点在于 绘画对他来讲 就是他一生的追求和人生的中心 同样的道理 自古以来 藏地出现过 孰不胜孰的 没有出家的大成就者 他们表面上 像是在家居士 但是呢 这些居士 跟我们印象的 印象和概念当中的居士 不太一样 我们现在一提到这个居士 很多人都会觉得 是那些 就是普通老百姓 有妻儿要照顾 有工作要努力 还有养家糊口的在家人 可能连修个四家型 都要花上几年的时间 特别忙碌的 这么一个 就是在家人 但是呢 我说的这些 在藏地修行的在家居士们 他们是完全不同的 像转经巴这样的人 他们的修行呢 一点都不业余 而且正好相反 他们呢 用尽自己毕生的精力 用生命当中的 每一次呼吸 去行持佛法 他们把人生中的 每一分钟 都投入到佛法的修行 和弘养当中 我想应该可以说 是没有人 比他们的修行 更加专业 更加精进 也没有人 比他们 对佛法的推动和 广宏 影响 更为深远了 从在本质上来说 他们才是 名副其实的 出力轮回的人 因为他们的心呢 已经 真正的 完全远离了世俗 实实在在的 走上了解脱之路 也许可以说 他们是 比很多出家人 都更出家的 在家人 所以说 这个剃度为僧 只是佛法 修行当中的一种 途径和方式 我们不要把焦点 放在形象 形式上 而是要放在 一个人的 这个修行 修为上 作为一名 真正的佛法修行者 他修的 是自心上面的 一种 转变和转化 不是一种 表面上的形式 表面上的变化 我们不要以为 不出家 就不能好好的 专业去修行 尤其是在 藏传佛教当中 在家居士和专业修行 这两件事 从来没有 从来都是不矛盾的 所以说 作为修行者 自心上的改变 修得佛果 才是根本目标 并不是说 只有出家的上师 才能成就成为正统 亲近的上师 我们不能用 是否出家来 评判 他的修为 在佛教里面 真正实际意义上的 这种正统 规范和亲近 指的其实并不仅仅是戒律的 持守 而 它 指的是什么呢 就这里呢 引出了第三个 我们会产生疑惑的原因 戒律 尤其是出家戒 别解脱戒的这个 本质 实质是什么 当然了 出家人 也分很多种 我们今天先不讨论这些分别 就只是先谈一谈 出家到底意味着什么 戒律的根本意义是什么 所谓真正的出家是 自心当中 从这个轮回里面 解脱出来的一种想法 也就是说 出家是要 生起 出力心 生起了这种想要 从轮回当中 解脱出来的心 换句话来说 就是看破红尘了 而这种看破 绝对不是 一种仪式 或者形式 不是说一个人受了出家戒 就等于是看破了红尘 这是两码事情 真正的看破 是一种心态和想法 想法从来都是不拘于外在的形象 所以说无论一个人 所以说无论一个人是不是剃度 是不是披上了袈裟 都可以生起 这种想要处理的心 那戒律是什么呢 戒律在制定的时候呢 是帮助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们 去调腐烦恼的一种引导和辅助 就像是一根拐杖或者一个框框 来约束我们 因为无始以来呢 我们都很散乱 很散漫了 然后呢 通过持守戒律啊 让我们可以至少先从表面上 得到调整和这个规范 然后才能慢慢的断除烦恼 我们想一想啊 真正的解脱是什么 是从烦恼业力的轮回当中解脱出来 成为一个全然自在的人 那这样的一个解脱之人呢 难道还需要这些条条框框 一样的这个约束吗 一个连轮回都已经解脱的人 他还需要拘泥于这些戒条吗 所以说一位成就者 他已经从烦恼中解脱出来 那么就不再需要戒律的约束了 那根曾经那根 就是曾经引导他的这个拐杖 规范他的这些条条框框 也不再重要了 因为他已经是到达了彼岸 但是呢 也有很多成就者 大德文 他们为了指引教导我们 也会做出一副严守戒律的样子 从而呢 让我们能够更容易的升起信心 也能以他们为榜样的去修行 不管怎么说呢 我们要知道 僧团的亲近呢 并不仅仅指的是 僧人都看起来都很听话 很正统的样子 那只是表面上的这个亲近 而真正的亲近 应该是建立在一个人的心态和想法上的 所以说九和姐吩咐这个 专门队把建立亲近僧团的时候 他指的并不仅仅是要每个僧人都得做出规规矩矩 小心翼翼的样子 他指的是这些僧人要具备一颗真正想要去入佛法 想要出力的心 当然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做到持守戒律 那就是那也是必然的 但是呢 如果没有这样的这个心念 只是表面上受戒 穿着袈裟 守着规矩 那不是九和姐所谓的亲近僧团 那么我们退一步来说 九和姐作为一位 有史以来的最伟大的一个上师之一 他并没有要求专门队宝要出家 不仅如此呢 还把这个整个法脉呢 传给了他 后来呢 转门队宝也不负众望 建立其规模可观的僧团 而他这些戒律亲近的出家弟子当中呢 也没有任何人 因为转门队宝是在家居士 而去质疑他 相反呢 他们对转门队宝都是全身心的去医治 对他的那种尊敬和信心 是我们很多人都不可企及的 波多瓦曾经说过 我曾经在受戒室那里得到了戒传 但后来呢 直到遇到热情的那位老居士 我才算是得到了真正的戒 所以呢 他才是我真正的受戒师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以前呢 他在受戒的时候呢 并没有生起真正的出力心 然而呢 在遇到Dom Debo之后呢 波多瓦才生起了真正想要从轮回当中出力的想法 所以那个时候才算是得到了亲近的出家界 或者说是那个时候他的这个别解脱界 才算是真正的亲近 或者才变成一个真正的别解脱界 就算是在一千多年之后的今天 我们来回顾Dom Debo的事业 我觉得可能在九五节的众多弟子当中呢 要说传承 弘扬九五节的法慢 可能不会有人比他做得更好 基本上可以说 没有Dom Debo就没有后来的安排 没有噶当派 那现在的藏传佛教 就会完全是另外一番光景 所以说无论是对藏传佛教的奠基 还是弘扬 Dom Debo的作用和成就 都是绝对无可比拟和无法取代 他才可以说是真正名副其实的法王 当然呢 在这里大家一定不要产生误解 觉得出家不重要 或者说出家人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绝对不是这样 我们不能说因为曾经出现过 没上过学的画家 那美术学院就不重要 那美术学院就不重要 不是这样的 美术学院是 学术学 艺术学习和研究的 专业机构 没有他们 就没有系统的理论和教学的传承 系统的理论教学和传承 同样的道理呢 佛学院 寺院是佛法延续的命脉根基 没有他们 法教的传承就不可能流传下来 更不可能深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所以呢 我们要知道出家人 自古至今 永远都是佛教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也就是佛法僧当中的一宝 僧团永远都是佛法的核心 就像之前讲到的 所谓的灭佛或者灭法 不是毁掉了寺院或者佛像 而是没有了僧团 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讲 出家人都比在家人更为出手 因为比如一个人 假如一个人 可以下定决心剔度为僧 就说明他至少有了 想要处理和解脱的强烈愿望 他想要用他全部的人生去修学佛法 那么仅仅是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 很多在家人 相比起来就已经是望尘莫及了 所以呢 不管怎么说 我们要记得出家人永远都是我们 要尊敬 礼敬的 对象 僧团永远都是整个 佛教的核心和灵魂 他的重要性是 无庸置疑 也是不容置疑的 而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的这个僧俗问题 只是说 我们应该要了解 在藏传佛教当中 一位成就者是无谓僧俗的 我们不能以出没出家来定义他 或者判断他的这个水平和修为 这是非常片面 而且是不正确的 比方说我们的 就是比如说 嘎举的这个祖师 马尔巴 米莱尔巴等等 他们都不是出家人 我想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是因为米莱尔巴不是出家人 所以他不是一位好的修行人 或者说不是一位伟大的上师 而且我觉得 有人把米莱尔巴以就是一个出家人的形式来培养出来的好 我觉得他不会变成一个那么伟大的修行人 他得需要他自己的这种与切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培养出来 所以当我们说到这些上师成就者的时候 应该看到的是他们的本质 而不是表面的现象 我们不能通过外表来评判他的水平 更不应该通过形式来判断他的传承是否清净 纵观藏传传佛教这个上千年的历史里面 无论是上师修行者 还是成就者 自古以来都是有僧有所 他们各自其职 各行其道 但无论是个人的修为 还是佛法的弘扬 众生度化的事业上 他们每一位都是藏传佛教当中 不可或缺举足轻重的伟大上师 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应激世教的道理 这也就是藏传佛教的特点 他的独道和殊胜之处 说了这么多 希望大家在居士成就者这方面 能有一些新的认识和了解 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 那就请大家多多见谅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继续讲登论 上堂课讲到登论的原文是梵文 有九五节的清传弟子 葛威·罗知 从梵文翻译成了藏文 这也是唯一一部藏译本 后来呢 在这个基础上又被译成了中文 那中译本呢 就有好几个版本 比如说法尊法师啊 超义法师啊 还有如实法师等等啊 不同的版本 那么在这次课程当中呢 我们主要选取了法尊法师和如实法师两本 作为这个根本诵词来解释 大家在法本里面也可以看到 那首先呢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上堂课 讲到的登论标题 第一行是梵文 菩提巴塔 菩提巴 然后呢 才是 这个 一本的这个标题 菩提道登论 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一下登论的总科判 也就是大纲 登论可以 总的来说 分为三大部分 一是论明之义 二是议者理赞 三是证文 那么第一部分 论明之义当中呢 有包含一下几点 第一个就是 梵文论明前置之音 就是原因有三种 第一个是真图报 第二个是出处可靠 第三个是梵文熏陶 那么 上堂课我们讲了论明之义的这一部分 论明之义的这一部分也讲完了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来讲讲第二个部分 议者理赞 议者理赞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句理赞文 不是由阿迪夏尊者写的 而是由他的藏文 议者 格维洛志 所写的 那么这句赞文是这样的 敬礼 文书师利童子菩萨 这是法尊法师的一本 翻译 敬礼文书师利菩萨 这是如是法师的翻译 这句理赞文呢 从字面来看 就是向文书菩萨顶礼 那么为什么要在正文之前 先顶礼呢 而且要顶礼的对象 为什么是文书菩萨呢 首先呢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 开篇顶礼的原因 在古代印度啊 写论著书的时候 开篇都要先进行顶礼 这么做的主要目的啊 就是希望通过向佛菩萨 所提醒来累积更多的福德 进而呢 就是在撰写或者翻译的过程当中呢 可以没有障碍 顺利圆满 以完成 因此呢 在全文 其实啊 向菩萨请求 是为了得到写作的过程当中的加持和助用 另外一方面呢 在请求佛菩萨可以帮助译者更好地了解通道文中的内容和含义 所以呢 总的来说呢 在文章的开篇的顶礼 目的就是要通过齐情得到加持 从而呢 累积福德 为了更好地去 撰写或者翻译 那么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在登论之里呢 异者顶礼的对象 对象是文殊菩萨的 以前在古印度啊 对于这个顶礼的对象呢 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所以呢 通常都是选择这位作者 个人比较喜欢或者有信心的对象 后来呢 这个传统呢 就传到了藏地 刚开始的时候呢 也没有特别的讲究 直到后来呢 一位叫做 赤尔巴尖的赞卜 他在位期间呢 制定了有关翻译佛经的一些规矩 从此呢 在论文的 这个开篇处 这个经典经论的开篇处 就不再是依据个人喜好 而选择顶礼对象 而是要依照经论的内容 来顶礼 比方说 如果文章是有关绿典的内容的话呢 就要在前面先顶礼 辩知佛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佛才能制定绿典 其他任何论师 甚至包括声文 大菩萨都不能制定绿典中的规定 那为什么佛可以呢 因为佛是辩知 辩知的意思就是说 完全掌握了英国的一切信息 包括非常细微的部分 都能够完全地了知 所以只有佛才是辩知的 那么只有佛才能定绿典 所以在这里要顶礼辩知佛 那比如说 如果这部著作是有关小乘 这个小乘经典内容的话呢 就要在前面顶礼三宝 因为小乘经典呢 主要针对的是出家修行者 也就是比较基础的佛法 所以要先顶礼三宝 那如果经典的内容是 跟大乘的教法有关的 相关的 那得要先顶礼诸佛菩萨 因为大乘教法主要针对的 就是行持菩萨道的修行 所以要顶礼诸佛菩萨 再来呢 如果这部著作是阿毕达摩的话 就要顶礼文殊菩萨 为什么是文殊菩萨呢 虽说所有诸佛菩萨的智慧呢 都是平德的 但是呢 从显示显现上来说的话呢 就是文殊菩萨是智慧的化身 化现 而阿毕达摩呢 主要是论述 主要论述的就是 有关有漏无漏的智慧本性 所以呢 在阿毕达摩前面呢 要先顶礼文殊菩萨 最后呢 如果制部著作是有关 密称内容的话 那就要顶礼秘密主 那秘密主是谁呢 其实就是金刚守菩萨 秘密主是他的别名 他实际上就是密教的集结者 以前 卡丹拜有一种说法 说这个密教只有通过秘密修行才能成就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我们就要顶礼 秘密主 金刚守菩萨 那么 这个密称的保密措施啊 要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啊 这个 川敏敏吧 曾经说过 就算是通过同一个谈诚而入门的师兄弟 在讲说密序或者同一个成就法的时候呢 两个人呢 都需要分开来进行分别的讲说 啊 不管怎么说呢 反正就是根据文章内容的不同 就要顶礼不同的对象 那么在灯论之理呢 顶礼的对象是文殊菩萨 所以也就是说灯论是一部阿毕达摩吗 基本上可以这么说 因为刚才也提到过 阿毕达摩是主要讲的就是有漏无漏的智慧 而灯论呢 不仅讲到了得到世间人天国位的方法 而且也包含了有关正德出世间三称国位的教授 尤其是大称贤密的国位 所以呢 灯论可以算是阿毕达摩 但是呢 其实有关阿毕达摩的具体含义和范围 说起来有点复杂 我们在之后的这个课程里面 会仔细讲解 今天战士呢 我们先把阿毕达摩 理解为对佛经的论诀 论试论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仔细讲解一下这句 义者礼赞 敬礼 曼书施力 童子菩萨 这里 这里面有几个关键词 我们来 逐个解释一下 首先呢 第一个词 敬礼 敬礼在这个梵文中是南无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南无 就是恭敬 虔诚礼拜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常说的 南无 释迦牟尼佛 南无观世音菩萨等等 那么有关这个 敬礼的方式 根据不同文献 经典当中的这个记载 有一些不同的这个 尝试和分类 今天呢 我们先讲一讲 比较基础 普遍的 礼敬方式 就是通过身口一三门 来进行非常清净 恭敬的 顶礼 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普遍行愿品当中 就有非常清楚的说明 我已清净 我已清净身于义 一切便离 尽无语 这就是身口一三门的 顶礼 具体来说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身顶礼 身顶礼就是行为 肢体上的一些动作 比如说 和掌 跪拜等等 其实呢 关于和掌 这个礼节啊 很早之前 在古印度就已经出现了 用来这个表达尊重 尊敬的意思 那么后来呢 佛教也引用了 这样的方式 来进行这个顶礼 身顶礼 可能比较容易理解 也比较容易做到的 那么语顶礼呢 普遍行愿本当中说 各以一切阴生海 谱出无尽妙言词 尽于未来一切解 赞否深深功德 意思就是说 要用各种优美 赞叹的语言 声音 词汇 包括歌声音乐 来进行赞颂和供养 同时呢 有些人 其实呢 对 平时呢 有些人说话 用词 有时候呢 可能不太礼貌 或者有点不好听 因此呢 因此呢 惹出很多的麻烦 以前嘎丹派的 善知诗也说过 所有的问题 都来自我们的嘴巴 它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要说堕地狱 光只是嘴上造的罪 救过我们受的了 所以呢 无论在什么时候呢 跟谁说话 都要用好听的词 悦耳的语气 说动听的话 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一种礼节 第三个是什么呢 一顶 在普贤行愿文当中呢 有关这个一顶里 是这样说的 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从内心深处 深深地相信诸佛菩萨 相信三宝和上师 带着诚意 发自内心的 以恭敬心 信心 虔诚心 来进行顶礼 其实呢 这个深口义 三本的这个顶礼当中呢 真正的顶礼 指的就是义顶礼 而义顶礼的核心 就是要心中充满信心 和全然的恭敬 换句话说 要是心里没有产生敬意 或者诚意 那即便是行了 一百个五体投地的大礼 也不能算是真正的顶礼 总而言之呢 真正的顶礼 就是要心怀信心和前进 再以优美的语言 或者词汇来赞颂或者齐情 如果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可以再加上合掌 或者跪拜等肢体的动作 那就可以算是一个比较完整 而且是真正的顶礼了 所以呢 在赞颂里面说 顶礼 曼书施力童子菩萨 指的就是 译者和读者的三门顶礼 我们要读到之句赞颂的时候 赞文的时候 要由衷的 要由衷的真心诚意的 表示对文殊菩萨的恭敬 和礼拜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大概讲讲这个 曼书施力童子菩萨 曼书施力童子菩萨里面的 这个曼书施力童子菩萨 也就是曼书施力童子菩萨 我们常说的这个四大菩萨之一 是智慧的化身 那么文殊菩萨里这个词 在梵文中是曼书施力 曼书被译为文殊 它的音译 这是它的音译 文殊或者曼书 意思就是美妙雅致 施力呢 音译就是施力或者施力 或者施力是吉祥美观 庄严的意思 那文殊势力就是妙吉祥 所以呢 文殊势力被称为妙吉祥菩萨 华严宗的四足 陈冠大师所写的这个华严经 行愿评书中 有提到 言文殊势力者 或云曼书势力 文殊曰妙势力为吉祥 古义为德 何为妙德 亦云朴首 亦亦如首 亦亦妙首 还有呢 净土宗的八足 莲齿大师所写的 阿弥陀佛经 书超当中提到啊 文殊势力 亦于曼书势力 妙德者 至也 金云诸佛之母 诗家之师 其非妙德 又诸今 文殊常委 一切菩萨上手故 立 舍利佛者 身子智慧第一 文殊大致独尊 虽然其中提到啊 文殊菩萨是 有很多的名字 比如说 妙首啊 妙吉祥啊 妙的等等 这些名字呢 就说明了 它不同面向的功德 那么在这里 特别提到了 智 这个 智的第一部分 称文殊菩萨是 大致独尊 具备最究竟的智慧 也就是般人智慧 所谓的诸佛之母 诗家之师 也正因如此 在很多佛经当中呢 描写到佛陀讲法 各处 各处这个集会的时候呢 文殊菩萨总是坐在上手 就是因为 它是究竟智慧的化身 那么有关这个文殊菩萨的道场啊 道场指的就是 文殊菩萨 历生事业的这个中心 或者大本营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是位于山西省的这个五台山 所以《华阴经》中有这样的一个记载 东北方有处 明清凉山 从西以来 诸菩萨众 与中植柱 现有菩萨 明文殊势力 与其眷属 诸菩萨众 一万人聚 常在其中 而言说法 这里的这个清凉山呢 指的就是五台山的 五台山 就是他的五台山的一个别名 还有呢 这个文殊势力 法宝藏 陀罗尼经当中也提到说 尔时 世尊告金刚秘迹 主菩萨也 我灭渡后 于此 此占卜州 东北方 有国民 大占纳 奇果中有 山 浩曰 无底 文殊势力童子 游行居直 为诸众生 语中说法 这是这里的这个大占纳 指的就是中国 五顶指的就是五台山 所以呢 从这些这个古代文献当中 就可以看出来 很早以前 人们已经知道 五台山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 所以呢 很长时间以来呢 文殊 五台山就是 人们经常参访和朝拜的这个圣地 我自己呢 也小时候 就是大概十岁的时候 去过一家